我们带您关注最新的财经重点资讯 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第二季经济成长超过预期 缓解了衰退担忧 可是AI霸主挥达的股价 却重挫超过6% 拖累了科技股走势 我们带您关注 挥达是在台湾时间 昨天公布第二季财报 虽然营收利润都有成长 但是股价并没有因此 受到激励大涨 普遍认为这是因为 财报没有办法经验市场投资人 所以挥达的表现必须要远超预期 才能够缓解市场 对公司成长放缓的疑虑 这也导致周四美股重挫超过6% 进而拖累了科技股走势 那么包含纳指标普500 跟废半全都收黑 唯独道琼指数收红 上涨了超过240点 收在41335点 续创历史新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